今天要来分享面纸零钱包的做法 那子晴我一样会分享在FB 那表布要贴上秤 但是呢我前面这两个那个零钱包的部分 我是贴铺面 然后呢后面面纸套的表布呢我是贴硬秤 贴好秤之后呢再来去裁我们的礼布 然后还有一条5英寸的拉链 那拉链的话我会建议去买那个YKK拉链 因为YKK拉链他比较耐用 好那我现在呢要先来处理我面纸套的部分 首先呢先把表布跟礼布结合起来 好那好了之后呢换处理另外另外一块的面纸套 然后也是表布跟礼布把它结合起来 起身跟结束都要倒针 好之后线头把它剪掉 好那我现在呢要准备在我的表布呢在大约在0.2公分的地方 压一道压线固定 好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在0.2公分的地方呢压一道压线 好了之后呢 等一下我们要准备把面纸套固定在我们的那个零钱包 表布上面 那我现在呢 因为我怕等一下会不好 固定住啊所以我先把 把我的那个面纸套我先车 压线固定就是他等于他的四桌尾应该都都要车压线固定 那多余的部门等一下也可以顺便一起把修电 然后再来呢我要处理我的零钱包部分 那在中间的地方呢打一个牙口 这个压口等一下是我们的面纸套他要对齐的地方 那就是把把那个面纸套放在上面 对齐我们中心中心中心的位置 然后等一下呢四周尾车一个压线固定 这边来的这个面纸套 然后再来一遍 那边的地方 我先把这个面纸套放在上面 那边把整个面纸套放在上面 然后再来的地方 但是我们再来一遍 然后再来的地方 那边的颗子 那边的颗子 然后再来的地方 那好了之后呢 再来我们就要准备 零钱包要准备侧上拉链 那拉链的话铁头是朝下 与表部是正面对正面 前车第一道线固定住我们的拉链 碰到铁头就把铁头 往上拉 记得你的压角抬高的时候 放下的时候你要再把你的布呢把它拨平拨正 等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布怎么歪了 那表布接好之后再换接铁布 那一样就是布对齐好 然后车第二道车线 第二道车线我会车的比较 比较深 对因为这样我才能把我刚刚车的第一道 那个车线给他盖住 那你要记得如果说你要 那个调整铁头的时候 压角抬高的话 放下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布在 就是拨平然后拨正然后再车 好之后我们的表布呢 在0.2公分的地方 测一道压线 还有吗 这个用字在做标准动 要不要接着 那1公分的地方 好那这边接好之后再换换换换换另外一边的表布 那侧法也是一样 侧 bloque 汤 伞辞的 干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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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給他結合起來 差不多剩 剩一個動作 現在我要先把剪接 拉鍊處剪接的地方給他對齊好 你可以先拿個小夾子固定處 拉鍊的地方剪接這裡把他對好 有對齊好的話等一下車縫起來 完整餅看起來也會比較好看一點 好那現在呢 現在是我要把我的四周圍把他扯一圈固定起來 然後呢我會在那個里布 在里布下面的地方會留一個反孔 那我撐的縫份呢是0.5公分 你要撐一公分也可以 好那撐到這裡的時候要特別去注意你的拉鍊的鐵 鐵頭啊或者是尾巴的地方在哪裡你要 可以用手指頭去摸這樣 盡量不要去碰到鐵頭或者是尾巴的地方 因為這樣很容易會 針很容易會斷掉 那我現在就是留一個反孔 那就是 慢慢的把把我的那個 撤一圈完成 該對齊的地方呢要把它對齊好 那碰到鐵頭呢 那就是要小心一點 那結束的話就到個針 好那我現在呢 把該剪的線頭都剪掉 那那個表布呢 表布的腳架我會把它剪掉 避免它太厚這樣 因為等一下要翻的時候 底部的地方要折出一個角度粗啊 可以看到我現在 就是 我要翻過來然後我要把我的表布底部的地方呢 折一個角度粗啊 這樣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我非常喜歡用鋪鋪棉去 去做那個 那個零錢包啊 或者是一些小東西 因為我覺得鋪棉它比較 它做起來會比較挺一點 然後摸起來也比較稍微有厚度 會不好翻你看我就慢慢的把它 翻過來這樣 那翻過來呢我就會把布紋 整理一下 該該出來的角度就就是要讓它出來 如果他沒有跑出來你也可以拿這一支然後把它拉出來這樣 把它無法把它拉出來 可以讓它把它拉出來 然後就算你立刻 多方便 無法 有了 兩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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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的面纸里钱包 那里布反口的地方你可以用手缝 或是直接用机在上面可以到压线固定住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